方先决 江苏省萧县人 黄浦军校第三期毕业 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曾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5月 日本为了扭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 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构想 代号一号作战 日军为打通南北交通干线 将目标放在了湖南的长沙和衡阳一线 衡阳是连线东南和西南的战略要地 包括航空 水运 铁路 公路 战略价值远重于长沙 衡阳一旦失守 日军很快便能打通贯穿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 进而威胁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市 这次战役被称为长恒会战 日军志在必得 此次进攻的日军人数多达36万人 长沙仅仅三天即告失守 日军集结了五个师团 一个独立旅团 一个重炮兵连队 共十多万人 兵封直指衡阳 当时正逢国军精锐部队在缅甸作战 国内防卫空虚 国军正当穷途末路之际 委员长蒋介石命令 由泰山军著称的第十军 临为受命 担任保卫衡阳的任务 而第十军的军长 正是蒋委员长的黄土毕业生 方先决 在这次衡阳保卫战中 方先决的第十军 仅有一万七千余名守军 反观日军 由恒山勇中将 所率第十一军的十一万精锐部队的猛攻 是国军守军的六倍之多 当时 委员长蒋介石预计 第十军仅仅可以支撑七天 所以下令 让方先决坚守十四天 以期待最大战果 委员长蒋介石对方先决说 你们只要坚守恒阳两周 就算完成了任务 但是 聪明的防守大师 方先决将军 他利用地形优势部署 掀其孤化坚守二十天 没想到第十军 应是坚持了足足四十七天 比讲校长所要求的时间 还多出三十三天 造成日军两万余众的重大伤亡 日本战史中 记载的唯一一次 日军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战力 也拖延牵制了日本皇军 在太平洋战场的调度 创下了二战史上已少胜多的奇迹 由于日军士气高昂 对衡阳是势在必得 在日本方面的估算下 驳城仅需一天 日军第一次总攻击 使用飞机狂轰猛炸衡阳城 双方争夺张家山高地数日 反复达二十多次 但阵地依然在国军控制中 日军转而恼羞成怒 进行第二次总攻击 向衡阳成员 倾泻大量炸弹 燃烧弹和毒气弹 大量释放毒气 但是仍无法接近守军的核心阵地 眼看战局经过四十余日 日军第十一军的司令官 恒山勇中将 聚集第四十 第五十八 第六十八 第一百一十六师团 及十三师团一部 五十七旅团 共十一万人 轻重套一百余门 套弹四万发 对国军阵地发动第三次总攻击 以飞机大炮 向核心阵地和市区 彻夜狂轰烂炸 并不间断扫射和施放毒气 方先决的第十军 已到弹季圆绝 部队从1.7万名到伤亡惨重 仅剩残部两千多名 在恒阳血战47天提到 第十军奉命防守恒阳时 只准备半个月凉弹 从8月23日开始 到7月10日 战斗相继持续 半月以上 步枪子弹已经消耗60% 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 破级炮弹消耗了80% 山野炮弹消耗90% 这时候 士兵只能吃烧焦的米煮成的胡饭 佐以盐水 阵地附近池塘的鱼虾扶瓶均被踩石一空 受伤士兵无药品疗治 只能用盐水洗伤口 用废纸破布包扎 伤口多化浓 溃烂生躯 重伤者无法救治 坐等死亡 在距离8月8日 衡阳沦陷的前三天 8月5日下午3点 方先觉和各师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会议中 第三师师长周庆祥 主张突围 认为现在还来得及 再过几天就不行了 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 跑了不好办 他对几位师长说 突围力量是有 可以突出去 但是我们走了 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 敌人见了伤兵不会放过 你们忍心丢下伤兵 让敌人去杀 以后活着 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 方先觉说 绝不突围 一定死守 你们每个师长 只准留卫师四人 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 就算剩一兵一弹 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 我方先觉 觉不私自逃走 必要时 大家都到军部来 我们死在一处 阵地成人 我先动手 方先觉军长 死守四十七天 等不到援军相救 自知大势已去 与各师长联名 向委员长蒋介石统帅部 发出最后一殿 敌人金城由北门突入以后 再以无兵可资赌击 只等是以一死报党国 免禁军人天职 绝不赴军坐 平生坐鱼之致意 此殿恐为最后一殿 来生再见 方先觉原要拔将自强 弹造一旁的副官 王泽洪阻止 写战四十七天的方先觉 对于帅第十军残部 两千人 即伤残六七千人 最终放下武器 向日军投降的事实 方先觉做出这个决定 不是因为他个人怕死 而是因为考虑到六七千伤财士兵的生命 为保护部署和百姓安危 选择与日军停战投降 方先觉军长的衡阳城投降条件是 一 保证官兵生命安全 二 收容治疗伤兵 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三 第十军保留建制 不出衡阳 就地住房 日本方面 向第十军的顽强战斗意志表示敬意 完全同意所有的条件 衡阳保卫战失败后 日军并没有像对待南京一样 进行广泛的杀戮 而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其中原因自然是国军第十军的英勇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此战结束 日本战史记方先觉为 骁勇善战之虎将 国军第十军寸土必争 其孤城奋战之精神 实令人敬仰 国军第十军已1.7万余人 令日军死伤近2万人 所以日军认为 此意日军牺牲之大 令人惊骇 不但严重地妨碍了 打同大陆作战的日程 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 因此日军提到衡阳之战 称为是苦难的战役 方先觉 以国军第十军 保卫衡阳死伤 1.6万人的代价 令日军死伤近2万人 这个数字 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 衡阳保卫战 方先觉所率 第十军所属各师师长 军获班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勋章 使得第十军成为 中华民国建军至今 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 共获得四座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勋章的部队 而他们都是委员掌奖届时 在黄浦的学生 分别是 黄浦三旗的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 黄浦一旗的第190师师长 荣有略 黄浦四旗的第三师师长 周庆祥和玉石师师长的 葛仙才 与黄浦六旗的第54师师师长 饶少伟 荣誉二 委员掌奖届时 发表了衡阳保卫战 近千字通电 命令全国军队于 1944年8月20日上午6时 各在驻地为衡阳迅国守军 默哀三分钟表达对驯国守军的深切哀悼和敬意 1983年 衡阳首将 国军第十军军长 方先觉将军在台北逝世 享受81岁 当年进攻衡阳的日军第十一军旧部 组成的战友会 在日本听到这消息后 前后三次组团 来到台湾五指山国军公墓 方将军目前致计 表达对功成之战 一代名将 方先觉将军的敬重与缅怀 在台湾逝世的国军抗战将领 能够得到日军老兵 崇敬祭奠者 实属可贵 北逝世 北逝世 北逝世